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讲这个情绪转控 主要是可以讲 某一方面是帮助一些的 有一些不好习惯的 不是太严重的不好习惯的朋友 希望能够提供一些的方法 可以去帮助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时间可以允许 我去讲的时候 能够多讲一点 我们怎么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去接纳一些的痛苦 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的里面 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 感觉或者不喜欢的经验 或者一些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然后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人生里面 能够去接受这些痛苦 然后把它转化过来 如果我们能够把痛苦 也能够转变过来的话 我相信没有什么情绪 是我们管理不了 所以就希望今天能够 可以跟大家在这一方面去分享 今天我会讲 开始的时候我会讲 调节情绪的困难 还有一些建立自我掌控的一些技巧 还有呢 那个一个就是COP AHEAD 预先阴阴 说得对吗 预先阴阴 对吗 预先阴阴 OK 这个呢就是对一些比较 例如有一些 我们很难 或者会经常让我们很困扰的一些的情绪 如果我们用这个呢 就能够帮助我们 或者有些时候我用这个方法去帮助一些 例如买很喜欢挂挂乐的朋友 有些朋友或者呢 他有这个习惯 他很想经常挂挂乐 花了他很多钱 他不想 可是怎么能够让他可以停止这个行为了 这个也是有帮助的 然后呢 第四个呢 就是照顾你的心 然后先照顾你的身体 我们管理情绪呢 不单单是思想方面的改变 我们是传人的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思想 各方面也要配合 所以四个完全的 然后最后呢 就是怎么按人去接受痛苦的情绪 第五点 真的很好的 OK 对 如果能够做得到 真的好得非常好 OK 好 然后调解情绪的困难 就是在生理方面 有时候因为我们 如果身体有毛病 或者我们人很疲累 或者很疲惫 或者呢 我们就是身体有一些毛病的时候呢 这个呢 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如果我们把这些生理的因素 先逃整好的话呢 可能我们的情绪呢 就比较容易处理 OK 好 举个例子 因为我本身呢 就是 来过 听过我讲座的人 知道我有 很严重的糖尿病了嘛 一天有打针三四次的 OK 然后还有呢 我现在最近也有 砸战线的问题 然后这一个 等一下我很多例子 也是我砸战线这个问题呢 这个身体的问题呢 怎么影响我的情绪 或者在当中我怎么逃整 OK 例如最近 这是我有一个 砸战线的问题 听得名什么叫 砸战线 OK OK 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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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做事情 我就觉得自己没嫁及了 然后就是在胜利的情况 如果我不处理的时候 我很难管理我的情绪 然后之后发现 是我爪状腺的问题的时候 我去看医生 然后在看医生的过程 吃药的过程 也没有把它好好逃整 可是当我能够知道 是我病的原因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能够接受了 所以如果你情绪有问题的时候 等一下我也会有一个完结 就是讲我们怎么 帮我们身体讨整 以致我们的身体有个好的系统 然后来帮助我们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缺乏技巧 很多时候情绪管理 就是我们不懂用什么技巧 去管理 所以也管理不来 好像就是我有一个客人 他是一个创伤后压力症的朋友 他因为跟他的妈妈 他11岁的时候 因为在中国做那个顶担车 怎么讲 摩托 OK 他们他跟他妈妈坐一个摩托车 他坐在妈妈后面 然后后来他妈妈就是发生车祸 他妈妈拼命的因为要救她的命 女儿在后面 他拼命要救他女儿的命 然后他妈妈的头就装上了 之后他的妈妈就成为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 就是要他照顾 然后这个女生心里很多的内疚 然后一直没有好好处理的 然后经常会做噩梦 经常会发脾气 他觉得很痛苦人生 然后来到我们诊所的时候 他是他的先生带他过来 因为他发觉他太太 每一天就要想方法怎么去死了 因为他觉得他要活在怎样的一个人生 每一天在跟噩梦一起生活 每一天在醉旧里面在挣扎 他觉得很痛苦 所以就是后来他学到一些技巧以后 人的情绪还有吃药了 然后人的情绪慢慢逃整过来 生活就好很多了 现在我看到他 他可以笑了 所以生理的因素 技巧也要学习 所以你们来学这些技巧 是有学完以后要用的 如果不是好像我们给你要了 你要拿回去 你不吃没帮助的嘛 所以你学完以后 如果你讲得太快 你可以回去听YouTube 然后听完以后去试 我跟大家分享的很多技巧 是我自己试过的 行得通的 还有我跟我的客人 可能有些经验我没有 然后我跟我的客人讲 然后他试过了 然后跟你们分享 是行得通我才跟你们讲的 所以如果学完以后要试的 然后没有技巧 OK 还有呢 一些交往的母舍 会常发情绪的行为 是怎么样的 有些时候呢 有些情绪 是因为我们在交往的过程里面 越来越常发的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每一次生气的时候 就能够拿到我们要拿的东西 我们的生气的几率 会越来越大 很多时候 这个就是好像我们 妈妈跟小孩一样 很多时候呢 当 例如妈妈一开身 例如说 你不能吃糖果 跟小孩讲 你不能吃糖果 然后呢 小孩不开心 然后哭呢 闹呢 越哭越闹呢 他就给它了 所以呢 因为妈妈这一种的 交往的母舍 母舍 母舍 OK 母舍 交往的母舍呢 然后让这个小孩呢 越哭越多 越哭越松的 所以呢 有些时候呢 我们的情绪 能够帮助我们 做很多东西的 又举个例子 有一些妈妈呢 她们需要什么呢 不会直接地 跟小孩子讲的 她可能呢 就是会 例如 她很想 她的小孩 回家 看她 然后她就会 跟她讲 哎呀 我哪里不舒服 这里不舒服 然后或者 很不开心 之类类 然后呢 小孩子听到 就是我说 那些 adult children 听到以后呢 他们就回来了 然后怎样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妈妈的情绪呢 会越来越忧郁的 因为呢 当她忧郁的时候呢 她能够得到 她要得到的东西 所以 情绪的时候 有些时候是 能够帮助我们 做到一些东西 例如有些客人 他们来到我们这里 有很多不同的 情绪的问题的 可是有的时候呢 当我又跟她讲 嘿 你要改啊 怎样会影响你 这一方面 哪一方面 然后 可是我们发了 很多精神 我们的个案 不一定 每一个成功的 有些是不成功的 OK 然后 有些不成功的 个案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例如 就是他们 他们用情绪 能够帮她 做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呢 你要她改 她不情愿 可能她身边的人 就比较辛苦了 她自己还可以 你明白吗 所以要这些朋友 去改呢 因为她旁边的人 就顺着她的情绪 做各样的东西 去让她开心 然后到头来 就是她的情绪 就改不了了 也有这一种情况的 OK 然后另外 这是情绪化 情绪化呢 就是有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情绪的 一个的 我们的情绪呢 就是做了 那个控制的 一个 就是我们的情绪呢 就是掌管 我们整个人的 思想感觉 然后我们 顺着我们的情绪 去做 就是 这是不想 不想去改了 或者 我觉得 这个情绪化 跟情绪负荷太重 也有一个关系 就是 人已经觉得很累了 就是情绪负担太重了 就是不想 不想动 不想改 或者呢 不想 没有这个能力 再去做出任何的改变 就随着它吧 有时候情绪负荷到 这一个状态的时候呢 也会让 情绪掌控呢 有一点困难 然后 举个例子 可是都可以改的 OK 然后最近呢 因为我做那个 我是做那个 精神科门诊嘛 然后有一次很多的精神 比较 最严重的时候 特别我们中国人 我是 只是做中国人的 不做老外的 然后呢 中国人就是呢 对精神病这个 接受精神病很困难 然后他们不是去到一个 没办法的程度呢 也不会跑进我们的诊所的 OK 所以通常很严重的才来 然后另外我还会建议一些 就是在那个 疗养中心 疗养院的朋友 里面有老人家 有一些呢 就是受伤很严重的朋友 最近我看过一个 五十多岁的男生 然后呢 他是第三次中风的 五十多岁 第三次中风了 然后呢 第一第二次中风以后呢 他还可以有一点的活动能力 可是现在是第三次了 我当然奇怪 为什么你三次中风 为什么会有三次中风 在短短的 半年的里面 我就想 你有没有好好管 你自己的饮食啊 生活习惯啊 OK 可是不要这怪他了 他已经很痛苦了 OK 他第三次中风 然后他躺在床上 然后人很忧郁 他跟我讲 我觉得人生没意义 可是他头脑很清醒 这一点是很好的 然后我跟他讲 我问他 OK 你想不想康复 他 然后他跟我讲 他跟我讲 我跟他讲 你想不想康复 他说 想 然后我问他 你能不能想象 当你康复以后 你的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然后他说 我想不到 我怎么都想不到 因为他当时 他没办法想得到 他真正的能够康复 然后我再问他 OK 你不觉得你真的能够康复 他说是的 所以我真的想不到 所以如果一个朋友 能够在一个程序 情绪在一个真的 复刻很重的状态的时候 你要想一些好的东西 是想不出来 后来我再跟他讲了 然后 后来我在半个小时里面 把他的思想改了 然后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看到在 我疗养院的里面 其他的两个 很严重的例子 然后 我告诉他 这两个例子 怎么能够好起来 我看到他的眼神 从 没有淡淡的 然后呢 慢慢看到了眼睛 有光出来了 他觉得 哦 是可以的 你明白吗 所以呢 如果就是在这个 虽然情绪 附和很重的状态的里面 如果人生有盼望 如果你给他一个盼望的时候呢 这个情绪都能够改变的 OK 所以情绪调解 或者有这几类的困难 OK 然后我想问一下 12345 我想问一下 在你的现在的状态的里面 然后你觉得 哪一种影响你的情绪 方面比较多 OK 如果是第一种的举手 我是这个 最近很多了 OK 然后呢 没有技巧 不懂 OK 每一个都举 OK 然后交往的模式 在你生活的环境的里面 很多 例如你的老板 或者你的 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先生 你的 婆婆 这些交往的模式 让你会很多时候 产生陶解 情绪的困难 是这一个状态的举手 哇 OK 还有 就是你百姓的人 已经例如 里面的 精神的呼和 已经很重了 很多不同的东西 在你里面发生 然后你觉得 你觉得 虽然有技巧 可是我 我真的 没能力去做 如果是这个状态的举手 OK 好 谢谢你们 就是说 其实困难是说对了 OK 好 我们来了 听完以后要做的 OK 还是来一句 OK 好 我想跟大家 学一些技巧 就是自我讲控了 OK 如果我讲的过程 你们有一些问题的话 我讲到几点的 三点半 对吗 我还有 三点半 OK 我还有一个小时 OK 然后呢 就是什么叫自我讲控了 然后我要再快一点 OK 自我讲控了 就是 就是呢 就是 要 进行一些行动 是一个动词来的 进行一些行动 然后让你觉得 你有能力 OK 就是做一些的东西 让你觉得自己有能力 OK 然后 然后呢 为什么要建立自我掌控呢 就是说 就是 当你有一种 你有能力的感觉 出现 然后呢 不断有一种 有能力感 有能力的感觉 出现的话呢 你对抗 负面情绪的能力呢 就比较强 我举个例子 我这个人呢 本性是一个 很内向呢 还有很忧郁的朋友 很忧郁的人 我从小呢 就不断去想 怎么死是最好了 我是很忧郁的 然后呢 我一群的朋友呢 在我身边的时候呢 一看到我的船 我的中文名字是梁金星嘛 然后呢 我小的时候 一群朋友出去玩 我的朋友总是 一去 叫我出去玩 叫我出去玩 很难的 我这不 不跟他们玩的 然后他们很 很有爱心的 要我去 出去玩 OK 我去了 去了 去了 可是我出去的时候 一点都不投入的 他们经常跟我讲 梁金星 你开心一点吧 你不要怎样了 你很难想象 当年我是怎么样的 OK 现在傻傻的 OK 然后 我是个很不开心的人 所以 怎么现在变成怎样了 经常笑了 然后 原因是我开始做 第一 我信耶稣 当然 这个是最重要的 OK 真的最重要 OK 救了我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我做一份工作 是我很喜欢 就是现在的 这个心理辅导的工作 然后每一天 我看到很多很多 不同的困难 然后很多 解决不了 别人 牵连 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要跑进来 你要帮我解决 很难的 OK 然后 可是在 我的工作的里面 我经常会有 很多不同的 成功感 就是这一种成功感 让我慢慢的 就是有一种 掌控的感觉 然后呢 就把我的人 怎样的 这些成功感 慢慢累积起来 然后让我 有一种掌控的感觉 所以 我很有自信心的 很多朋友 我身边的朋友 他也跟我讲 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那么有自信心的 就是这个是从很 就是今年累月的 我是建立起来的 一种掌控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 这一点建立自我 掌控是从长期的 先从长期的 哪一方面去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在你生命的里面 你没有这个东西 我希望你建立 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是我妈妈 我妈妈今年 已经八十多岁了 然后她 她呢 就是什么东西 也做不来了 因为她年纪太大了 可是有一点 她一定会做的 她每一个星期 一定会弄 两餐的饭 给我 跟我的先生去吃的 弄一餐饭 不简单 她要煲汤 还有一定是五个菜的 五个菜 OK 很难想象 OK 然后要五个菜 然后我们四个人 吃五个菜 OK 然后呢 还有要煲汤 煲 煲汤 OK 然后很 一个星期两次 很不简单 每一次我看到 她做得很凄理 然后每一次煮完以后 她一定说 OK 你们自己 开饭了 我不是普通话怎么讲 然后把 就是开饭了 OK 然后开饭 然后她一定会回去 躺一下 我经常跟她讲 你煮得那么辛苦 不要吧 我每一天买一些菜 过来跟你一起吃吧 她说不要不要 她说 这是我 每一天最重要的东西 她身边的朋友也不要 他们 也叫她不要做了 你怎么辛苦 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她出去吃都可以 你为什么那么辛苦 可是我妈妈坚持 就是说这个很重要 因为她找到自己的家籍 坐在桌子上 一家人坐在桌子上 一起吃 吃得很开心 觉得对她来讲 是一种很大的满足感 所以建立掌控的东西 就是要做一些 你们能够提高 你能力的东西 OK OK 很有用的 好 她还有呢 她不单单煮给我们喝吧 有的时候呢 她煲的汤是非常好喝的 我们还会呢 送到给其他我的兄弟 单身的兄弟姊妹给她喝 哇 多幸福啊 明白吗 因为如果你有一种 长空的感觉 或者做一些 有成功感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会不单单你自己有开心 也会让别人开心 很好的 就是要找一些东西 是能够呢 在你日常生活 或者是每一天 那 二点三 就是说 如何建立 就是每一天 技巧 要做一件 有成功感的事情 你们想一下吧 有没有 有没有 可不可以 哎呀 不回答我 还在想哦 Process当中 OK 就你想一下 一个事情是每一天 可以做 然后让你成功感的 我每一天上班 已经很多成功感了 很开心的 当然挫败感 也不很少 很多了 可是 我就是把注意力 放在成功的地方 OK 然后呢 计划成功而非失败 还有呢 但我们想 能够建立 我们掌控能力的东西呢 不能太轻易的 一定有一点点的难度 如果一点难度 都没有的时候呢 这个掌控感来不了 好 就是例如 要弄一杯好喝的茶 太简单了 OK 然后讲 做完以后 也不觉得什么 对 要有一点点难度 然后让你就是 OK 有一种克服 克服 能够克服一些东西的感觉 可以吗 OK 还有 还有这个难度呢 要随着时间来增加的 那举个例子 例如 我 我做心理辅导 我开始的时候 我不是做心理辅导的 因为我是一个 内向的不得了的人 然后要我再 跟人聊天 从前 三个人的地方 我就一句话也不讲了 头放在下面 不要讲了 现在那么多人 还有YouTube 哇 很多人在看着我 然后 然后 从前呢 我是 三个人的 穿子里面 我就讲不了话 我就很大压力 我就 很怕很怕了 然后 我怎么 突破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呢 让我对自己 多一点掌控的感觉呢 就是我 我开词的时候呢 我去做这个 义工 还有我也带两个朋友 陪我一起去 我一个人不敢去 我叫我两个朋友 陪我一起去做义工 然后呢 做义工的过程里面 我发觉 我个人聊天 别人挺喜欢的 因为我不开口嘛 我就是一直听 一直听 原来听 听别人讲话 已经很 很好了 我就听听听听 然后别人听完以后 很开心 我就觉得 诶 我有一点成功感 就从哪一个时间开始 我就去 做义工 做完义工以后呢 我就去找一份工作 是要跟人 接触的 然后去一些 什么中心 然后去 找活动 然后当然了 就开始在哪边 我开始训练自己 能够在 很多人的面前 讲话了 然后我记得 我第一次对了 两百多人 讲话的时候 很恐怖的 OK 然后就从哪一个 慢慢的挑战 一点一点的难度 去提高 然后成为今天的我了 所以这个掌控感呢 先希望你们 听完以后 真的有这个 对自己 有set up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go 在你的人生的里面 如果 因为呢 如果你人生 有一些地方 可以每一天 增加你的掌控感 你的情绪呢 会同时间改善的 真的 没那么脆弱的 OK 所以呢 要寻找套战 这一点达到了 然后再去跳 我就是 就是到现在呢 五十多岁了 我还是 不断地面对 很多套战 不断地要自己 面对套战 然后因为 能够有这一种掌控感 我觉得对我 管理自己的情绪 特别我这个 比较内向 比较 忧郁 想东西 想得很多的人 我觉得很重要 OK 如果你也一类的朋友了 这个很重要 OK好吗 可以吗 OK OK 然后好 就是 Cop Ahead Cop Ahead 就是 怎么读啊 预先因应 预先因应 OK Cop Ahead 就是说 什么情况之下 要用呢 就是呢 如果在一个 有威胁 有害怕的情景 或者太兴奋 不能理智 行事的情景 或者在一个 新的情景 让你难以 举例子吧 有威胁 或者害怕的情景 例如 面对众人讲话 这个是 其中一个例子 还有太兴奋了 不能理智行事 举个例子 就是说 例如我的客人 他就是一个 很喜欢 过过乐的朋友 每一次 走到 这些 呱呱乐的 那车店铺的时候 他就很兴奋了 他就一定要进去了 那 这是这个例子了 还有呢 是性的情景 让你难以 有效的管理情绪 举个例子 就是说 例如 每一次 例如 对一些女孩子来讲 情人节的晚上 出去party 这些情景 就很危险了 然后 如果这些情景 他真的去参加party的时候呢 怎么在这些情况呢 有效管理情绪 或者心里 有难以控制的冲动 就是说 例如 我有客人呢 他 最近就是 他有 cocaine的 习惯 吃cocaine就是 海洛因的习惯 然后同时间 他也 要看精神科 如果你吃精神科的药物呢 就不能 cocaine跑在一起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然后一方面 他想控制自己的 精神的问题 然后他也不能放弃 cocaine 然后呢 就是他有冲动 然后就是用这些 cope ahead的情况 去处理了 OK 还有 好 如果cope ahead的时候呢 就是 我用英文吧 我讲得比较清楚了 OK cope ahead 然后第一 要怎么开始 就是用一个 要看看什么情景 会带 为你带来麻烦 你先找到这个情景 cope ahead了 你不能随随便便 就是我要cope ahead 你就可以cope ahead了 你一定要找一个情景 是很清楚的情景 是你可以 你要处理的 然后要计划 然后呢 想象自己在那个 处境里面 怎么有效地去处理 OK 好 我会举例子的 好 我就举 我就举这个 挂挂乐的客人吧 好吧 OK 然后cocaine is too extreme 哎呀 OK 然后挂挂乐的客人 OK 那这个 这个案子是失败的 OK 可是我告诉你 我怎么去 他失败 其中有不同的原因 可是呢 做就是这样做了 OK 有一些是成功的 有一些还没有成功 我觉得是还没有成功 OK 暂时在 我现在讲的这个阶段 他还有这个习惯 OK 例如就是他跟我讲 他有挂挂乐的问题 他就想 他赚的钱很少 每一个月大概赚 800块吧 扣税以后 然后他发在 挂挂乐的 里面可以挂到 600块 好 失控了 OK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 他挂到 200 他现在可以200了 OK 现在还没有完完 传承的 断掉 200 OK 从600到200 很成功了 OK 然后就是 现在我开始的时候 跟他说 我要他 开始的时候 我很aggressive 我跟他讲 你不要玩船 你 一步就是不 不玩 我愿意玩完船 才不挂 你一挂一点点的时候呢 你还是会继续挂下去 我开始的概念是怎样 可是失败了 不成功了 OK 然后我就改了 然后就是 我要把它 挂挂乐的行为 减少 OK 就是把这个 东西 这个 你要改的行为 要清楚 举个例子 有一次朋友 就是他经常买东西的 会买很多的东西的 OK 这个也是可以用 这个方法去处理 我就用挂挂乐了吧 不要讲太多了 OK 然后 用什么方法 采用 我们这个 我就跟他讲 跟他一起分享 用什么方法 可以就是 把这些行为 能够改变 第一 我跟他讲 就是跟他分析 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改这个行为 OK 然后 什么东西 会 当他想到的时候呢 他就会不挂了 他说 他每一次想到 他太太哭着 他太太做护理了 OK 然后 然后 两夫妻一起做工了 生活也挺艰苦了 然后 可是 对 然后他说 他每一次想到 他太太哭的时候 他心里就 就难受了 好 然后 然后呢 我就跟他讲 OK 你要先 我跟他讲 你要先 想象你太太 酷的样子 放在你的脑海 OK 然后还有 我跟他讲 你要就是 我跟他 问他 你通常是什么时候 比较 刮得比较多 通常是 哪个时间 哪个时间 刮得比较多 很指示的 然后呢 他说 每一次他刮的时候呢 就是 下班的时候 走路回家的时候 就去刮了 因为他走路回家的时候呢 很多 走过很多店呢 是有刮刮乐的 OK 其中一个东西呢 还有 每一次手是什么想法 引起他要去刮了 他就说 我很重 我想快一点发达 然后我要 我希望能够 发财 每一次他怎样想 他就进去去试了 有一两次 他真的赢了一点点 我问他 最多赢了多少 他说 最多赢了 六十块 我说你每个月 掉六百块啊 OK好 然后呢 我跟他做什么呢 就是说 我要他把 一个星期里面 他输的钱 写下来 然后呢 第一 我要他把 输的钱写下来 第二呢 就是放在他的包包里面 每一次当他想买的时候 我要发财 我给你看 你整个月输了多少 OK 然后 我要他把 他太太的商片 也带在身边 每一次 他要想进去 发财的时候 你就拿 你上个 星期 你输了多少 然后 就给 让他看 OK 先改变他的思想 然后呢 就是 然后呢 就是叫他 你 要逃避 这个 这个 这一条路 然后叫他 跟他一起 在地图里面 找一条路 怎么可以走回家 比较小 这些隐有的 然后要他 就是走 这一条路 然后 然后呢 还要预逼他 如果他真的 碰到一个地方 就是 要买 买这个 乖乖乐的 我要跟他想象 如果这个情景 出现的时候 他会 他要怎么做 然后 我就跟他讲了 如果 我叫他 在这个治疗 interview room里面 我就跟他想象 如果OK 现在已经跑到 你走路了 然后 或者有个朋友 跑过来 我们一起去 去买乖乖乐 然后 如果 有朋友这样 引诱他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我跟他彩排了 road pay了 然后怎么 对他的朋友 say no 之类 或者已经 跑到门口了 早已经踏到 前面了 的时候 他怎么离极 把这个 他输了钱的 数目呢 还有他太太的 商片拿出来 然后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走 OK 然后 想象一个情景 有困难 有不好的情况 出现 怎么处理 然后帮他去 演练 就是怎样的 慢慢呢 他现在从600 去到200 好 可是去到200 他说停了 不要了 那200 已经还好了 还好了 他不想改 可是我跟他讲 如果你200 都不再减的话 你很快去到600 看看吧 下一次看看 再跟你们谈 他又没有去到600了 他现在还是过来见我 所以在这个情景呢 就是用这个方法 可以把一些呢 你觉得会 让你做成一些 情绪很大的 隐有的情况呢 可以慢慢去改善 OK 有没有问题 这是 刚才我说了 这是一种长期来讲 让我们建立 掌控感的一些东西 就是给自己 每一天有套战 OK 第二个呢 就是 如果有一些 特别困难的情景 或者呢 让我们带来 麻烦的情景 我们可以用 什么方法来做 以致我们 有一种掌控感 例如 他有 呱呱乐的朋友 或者呢 有一个 shopping addiction的朋友 他经常跟我做 说 我控制不了 我控制不了 我很辛苦 很辛苦 然后呢 就是 有方法可以 医从的 最主要是 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如果你愿意去做的话呢 这些方法是有用的 因为 这些方法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些方法了 他们是有 research做过 用这些方法的朋友 跟没有做 这些方法的朋友 他们改善的 几率是高很多的 主要是 你愿不愿意去做 OK 好吗 还有呢 就是这个 刚才我讲了 就是 就是情绪 情绪的困难 其中第一个 就是生理的因素 现在呢 怎么让我们的身体 能够 可以好 然后比较好一点 以致呢 我们可以 控制我们的情绪 OK 然后呢 就是 要治疗我们身体的疾病 这个很简单 然后 如果我们身体有疾病的 一定要去医 不要不医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 不单单要 去看医生 看完医生 要吃药 对我来讲 这一点真的很痛苦 我就很不喜欢吃药的 OK 我就喜欢打针了 OK 不不不 不是喜欢 我15岁 15岁到现在了 已经几十年 我习惯了 如果吃药 我经常会忘了 OK 然后所以呢 我们要看病了 还有呢 饮食要均衡 就是说 不要 很多时候 我们 我WhatsApp里面呢 很多的照片是 别人去吃东西 然后呢 拍照 然后我看到的 OK 然后呢 很多时候呢 他们吃很多甜的东西 有的时候呢 吃东西会让我们 开心一点的 可是如果吃太甜的东西 吃得太多了 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的 OK 还有呢 就是如果我们吃甜的东西 才能够 越吃的时候 越开心 我们越吃的越甜的 越吃越多了 还有就是 这些甜的东西 来控制我们 所以我们饮食 一定要均衡 不要要饮食来控制你们 例如喝咖啡也是 OK 好 这个要留意 还有呢 不要吃 不要吃一些substant 有一些朋友 都是他用那个吃 例如大麻 或者cocaine 这些东西 来控制的情绪 让自己开心 OK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 有些朋友 他不是做 吃cocaine 或者吃 这些substant 好像 嗯 就是 嗯 很坏 可是我们经常会做的 一些行为呢 有很多朋友 也是用这个行为 来控制这个情绪 就是 例如 买东西 例如赌博 例如 看电视 我有客人 他看电视 来让自己 不要想东西 他就是 每一天看 白天上班 八个小时 回家 他要看 十个小时 他看得不洗澡 看得不 不吃东西 看到他 眼睛也睁不开了 躺在床上睡了 睡醒了 上班 然后回家 看电视 然后他说 我上瘾了 看电视 OK 那这个也是不健康的 OK 还有 例如 看电视 买东 看computer 对 就是对着电脑 也是另外的一种的行为 我们是 让自己不要想东西 可是控制的情绪 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很多不同的技巧 如果你懂得用 你也愿意用的时候呢 你不一定需要 这些东西的 OK 所以 这是一个没有好处的活动 看电视 没问题 如果你看到 十几个小时 不吃不睡 或者不洗澡 那就不好 或者看电脑 或者看手机 看到一个地步呢 就是 别人看到也觉得 哎呦 这不行了 你怎样看 那就不好了 明白吗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用这些行为 来帮助我们 不想东西 这个是不健康的 OK 还有就是 Balanced Sleep 这个 哎 要讲太多讲了 OK 就是 总之呢 你起码每一天 要起码 要四五个小时 以上的 OK 好吗 还有呢 适当的运动 那适当的运动 怎么叫适当的运动呢 就是说 嗯 如果能够 每一个星期 做五到七天 的运动 五到七天的运动 OK 然后不是一两天 四五到七天的运动 每一次是二十分钟 去到四十五分钟 或者一个小时 哪才有用 明白吗 不是偶尔做一两次 没用的 OK 另外做运动 有什么好处 它就是会产生 一种发学迷之 好像我们吃 抗忧郁药一样的 会让你的人 就轻松起来 不需要吃药了 好 多么好 OK 好吗 就是很简单的 很快的讲 现在呢 讲一个我很想讲的问题 不是 不是问题 是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接受痛苦 嗯 OK OK 好 为什么要接受痛苦 然后 因为呢 如果咀嚼痛苦呢 就不能改变痛苦的 举个例子 例如 我有糖尿病的 然后呢 15岁就有糖尿病了 然后呢 当每个人可以吃冰淇淋 我很喜欢吃冰淇淋 每个人可以吃冰淇淋的时候 我就不能吃 还有不能吃 是不是一天两天吃 我这一生都不能吃冰淇淋的 然后当时我想到这一个呢 我就哭了 我觉得很绝望 然后如果我接取 不接受这个事实 我有糖尿病这个事实 然后我整天只是在哭 只是在埋怨 然后呢 也不接受治疗 然后 我可能今天死掉了 或者我今天已经 睡在 躺在床上了 病发症了 然后把我整个人破坏了 你明白吗 我是要接受 对 有糖尿病是我不喜欢 可是我要接受它 才能够改变 明白吗 然后呢 改变痛苦呢 是需要先接受痛苦 如果你不 如果我不接受 如果我有糖尿病的时候 我不去接受治疗 我是改变不了 好像我很多客人 他发病了 我做精神科门诊的嘛 他发病了 在唐人街脱了衣服 到处跑 脱了衣服 你知道吗 多难看呢 脱了衣服 然后在唐人街 到处走 然后到处拜 然后 被警察抓了 送到医院了 出院以后过来 他需要看医生 定时看医生 他需要吃药 然后我很多客人 虽然是在这一种 那么尴尬的状态 进医院 发生那么严重的东西 可是 当他出院的时候 他病情稳定 吃药病情稳定的时候 他一离开 他一稳定以后 他就完全不吃药 他说我已经好了 不吃药 我有客人 他不吃药 发病 去医院 十次了 还是不能接受 他有病的 然后所以 他就来来回回 二十岁的年轻人 来来去去 现在四十多岁了 还没有一份 稳定的工作 因为那么多年 他一直不能接受 自己有精神病 需要吃药 浪费的是自己 最青春的时间 二十年 就来来回回 去医院 出去 去医院 出去 发病 浪费时间 就是不接受 所以改变痛苦 就需要先接受痛苦 还有 痛苦是没办法避免的 同时间 痛苦提醒我们 有些事情要发生 举个例子 好像我的客人 他有精神病了 他们会觉得 OK 因为我没身份 因为我穷 所以呢 我有精神病 我很不甘心 然后 只是生活的压力 是哪些老板 逼我 逼我做工 我群老做工 是为了赚钱 然后呢 可是他们都 一直逼我 一直逼我 我怎么做 他们还是觉得不够 然后逼到我发病 逼到我有精神病 然后 因为他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我要接受 觉得有精神病的事实 还有这个 不是我做成的 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我承受 就是不能接受 所以就不能接受 自己有精神病 到后来 我经常跟他们讲 好啊 没有错 是你老板 怎样做 然后逼到你现在怎样 可是 如果你继续怎样的时候 气苦的是你老板 还是你呢 他说是我 OK 然后你为什么还要 让你的老板的错 来承复你自己呢 你一定要 你要接受治疗 OK 然后 所以呢 痛苦是没办法避免的 好 然后呢 痛苦提醒我们 有些事情发生 就是他生病了 他需要治疗 还有呢 如果咀嚼痛苦呢 就让痛苦变成受苦了 那痛苦是短暂的 它可以改变的 如果受苦 就是suffering 就是一个连续的turture 是更难受 没有盼望的 明白吗 痛苦是避免不了 如果我们要面对痛苦 就能够把痛苦变成是 不要受苦了 可以吗 OK 还有呢 咀嚼痛苦呢 就让你不快乐 让你愤怒 让你受愧 很多负面的情绪 就跑出来了 因为不能接受 OK呢 还有接纳 也会带来不开心 可是接纳以后 就是一个非常深沉的 平静跟释放 还有接受痛苦呢 会发觉 当你愿意接受的时候 你会知道 你会感觉得到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受的 OK 好 我们看看那个片子 然后看看一个 其中一个朋友呢 他怎么不接受 然后后来接受的 他的情绪方面的改变了 刚才呢 就是那个妹妹呢 她就是 开始的时候 她就是不接受 这个姐姐 她就很不喜欢这个姐姐 然后她妈妈死了 然后呢 要这个姐姐接受她 她也不接受 她就 不能够 接受这个痛苦 然后呢 她就用自己的方法 寻找快乐 其实她是 不是 这种快乐是很表面的 不是真正的开心 然后到后来 另外 就是对这个家庭来讲 已经很痛苦了 妈妈死了 然后妹妹 妹妹怎样 乱七八糟 然后姐姐一个人 又承担这个家庭 照顾妹妹 还要 有癌症 很多不断的痛苦 一个接着 一个过来 然后 然后 就是因为这个痛苦 就是到头来 就是他们 姐姐一直能够面对 接受这些痛苦的现实 然后到后来 妹妹都接受了 这个痛苦的时候呢 然后 虽然 她姐姐的癌症 没有改变 姐姐 跟她过去很多的经历 都没有改变 可是如果你接受 这个发生了 这个痛苦以后 然后事情就不一样了 当然 她这个拍得特别的好了 有一个对比了 然后可是我觉得 这个 这个 电影呢 就是 比较 是可以让我们看得到 就是说 其实当我们愿意接受 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 就 可能出来 你的心情就不一样 我跟有客人 他就是 他有创伤的经历 然后 最近他在面对这事情 然后 让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 这些东西 是他不愿意接受的 然后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 每一个星期见他两次 每一次他过来 就是不断地投诉 不断地投诉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已经那么苦了 还有这些东西出现 做了 我想半年了 我也做得很累 每一次他来 真是投诉 OK 后来 就是 我已经跟他 从半年开始 我一直跟他 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 你要接受 解释事实 你要接受 然后 后来有一次 他人 他说 这一句话 听进去了 然后他说 然后有一次 我就是整个 section里面 就是不断地 跟他讲 你要接受 虽然痛苦 你要接受 后来他听进去了 很奇怪 他听进去以后 他就开始 自己心理思想 我要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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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反而人 慢慢地平静起来了 然后 后来有一次 我在跟他 就是也是在辅导 然后我很感动 然后他跟我 就我跟他讲 他要遇到这个 他很 让他情绪很激动 或者 他很不喜欢的人 他每一天上班 都要见到他 这是 trigger a lot 他的过去 然后我跟他说 我跟他做一个 这个cop ahead 然后你在面对 这个人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要讲什么话 你要怎么放松自己 然后他做了 他做到了 能够面对自己 然后有一次 我跟他讲 如果这个人 再次出现 然后 你现在不是逃避呢 然后如果这个人 跑过来 要跟你讲话 你会讲什么 然后他跟我讲 哇 我听到我眼泪 也流下来 他说 我要跟他讲 我要原谅他 他说 然后我跟他讲 我问他 你认真的吗 他说 是 如果 他说 如果我能够原谅 他的话呢 我就不是 能够从这些情绪里面 我就能够摆脱出来 我不是因为 他的原因 说原谅 我是为我自己的原因 我又放过我自己 所以我要原谅他 我现在还没做到 我还要继续做 可是他能够从 半年的情绪激动的里面 去到 愿意接受 然后 开始有一种平静 还有他的一种控制感 well 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了 然后去到一个地步 他愿意想到 我要原谅他 来释放自己 很美 对 做辅导就是 经常很美丽的东西出现 OK 好 还有15分钟 还有一点我要 能够帮助大家 比较愿意接受 第一点就是 接受不代表你赞成 OK 例如 我有吃糖尿病 就是 我不是愿意 有糖尿病 在我生命里面出现 我不愿意 我很喜欢吃冰淇淋的 现在还好 有些冰淇淋是没有糖的 我可以吃 OK 我可以吃冰淇淋 然后就是 接受痛苦 不一定要 是赞成这个东西出现 你不赞成 可是你还可以接受 明白吗 还有就是 你不是喜欢这个东西 你不喜欢它 都可以接受 明白吗 OK 还有 你不是忍受 什么叫忍受 就是我 我觉得自己在 suppress我自己的情绪 OK 我要接受 我也接受 心里其实不想的 OK 你不是要忍受它 而是你可以告诉自己 那 举个例子 糖尿病 OK 我很不喜欢 糖尿病 我很不喜欢 每一天打针五十 我很不喜欢 因为我有糖尿病 我很担心 我的后代 会有糖尿病 然后 所以我不要送小孩 我 难过是 我看 我自己受苦 已经够了 我还有我的小孩 每一天去打针 虽然只有五十 八分之五十的机会 可是我也不想 不想冒这个险 然后 我不能生小孩 作为一个女生 也是挺难接受的 可是 这是我的选择 OK 可是 我面对 你明白吗 我面对 是 不是忍受 我不是忍受 我真的面对 哪个痛苦 哪个挣扎 哪一种 很多不同的想法 我有去面对 然后不是咀嚼改变 就是 我不要把这个病 来控制我 我就接受治疗了 我要每一天打针 我要 不能吃甜的东西了 我要 我要 我要做很多 生活里面 很多 每一天 不同的改变了 明白吗 然后就是 不要这个病 再成为我的命运 或者控制我了 现在这个病成为 经常我拿来讲 然后让很多人 有不同的认同感 多好 明白吗 就是说 就是 接受不代表 你不改变 你只有现在说 你才能够改变 如果你不接受的时候 你改变不了 明白吗 哈 哈 OK OK 你们在想很多东西 OK 那 你又接受什么 那接受 I break it down in a very very detailed way 就是说 你要接受 OK 接受不是什么 然后 你要接受什么 OK 就是要接受事实 OK 举个例子 我也是举糖尿病的例子 我接受我有糖尿病 OK 可是我不接受 就是 则是 我不会觉得 这是 则是命运给我一个 则是我的命 或者我这一生就没了 明白吗 这个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或者我以后就不能够有一个 美好的人生 我跟人不一样 明白吗 当我发病的时候 我发病 OK 当我有糖尿病 是15岁 我觉得我跟其他15岁的小朋友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经常要进去医院 影响我的学业 读书不好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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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能够吃的东西 我也不能吃 所以我很自卑的 自卑的 不得了 经常想洗的 想死的 有原因的 OK 然后 就是当时 我只是不能接受 我有这个病 我是跟人不一样的 因为很多时候 当我有这个病的时候 我就带着很多的 自己的家籍观 或者很多其他东西放进去 听得明吗 糖尿病是事实 可是 我是一个 没有用的人 或者我这一生就伪掉 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OK 这个不一定是事实 明白吗 很多时候 我们的痛苦 或者不好的遭遇 是我们 当然是很不好 可是很多是我们 加上去的 无聊的东西 或者 自己擦自己 吃自己的东西 是这些东西 让我们 不开心 所以我们接受 是接受事实 OK 还有接受 每一个人 神有现金利路 圣灵的 环境的 经历的 现实 我们要接受 有一些东西 我们是改变不了 我不能教 就是 如果当时 我还没信耶稣 然后如果真的 教神 耶稣 让我不要糖尿病 然后我荣耀你 OK 这个祷告 我有点 question 就是说 我不是真的 用我自己的 我不是真的 捐神为第一 然后就是 我想 manipulate 我的神 来完成 我的东西 然后说 我要把 荣耀归 归给他 OK 可是 I don't buy that OK 可是 就是 每一个 我们有现金 就是我们 要接受了 OK 还有世界里面 每一个东西 都有原因的 不一定 我们知道原因 才能够接受 OK 一定有一些原因的 或者 如果我把 糖尿病 如果 我从前在 我在 我还没接受的时候 我不能明白 它的意思是什么 今天我觉得 很有意思了 我已经习惯 没有 不吃糖的生活了 我已经 我不觉得是一个问题 不吃糖 不吃冰淇淋 没有死掉 我有很多东西 好吃的 OK 我喜欢吃 一个 苏米 然后我吃 很多水果 我可以吃 你明白吗 然后 所以 一定有原因 可是我现在 明白 为什么 我有糖尿病了 原来 我有糖尿病 能够帮助 很多的人 能够 比一些人 更加的贴近 这个更好 你明白吗 当时我不明白 可是 不是我因为 明白原因我才接受 就是当时 因为我还不明白 这个原因 我就已经接受了 我才能够有今天 看得回去 明白吗 今天可能 你们有一些痛苦 是你不能接受 我 请你考虑一下 去接受它 OK 不要加言加醋 OK 事实就是事实了 OK 好 虽然人生很苦 可是还急得活下去 在我的临床的经验 里面 很多很困难的人生 很苦的人生 我都有 有机会 给我看过了 当然对比他们的痛苦 我的痛苦 真的算不到什么 还有他们每个人 我可以说 有精神病的朋友 每一个人都是好人 坏人都有精神病 可是 他们都是好人 可是他们有精神病 可是我在他们的身上 我也看到很多美好的东西 我看到很多家人 睡眠他们 只是精神病的朋友 带给他们扎人 很多的麻烦 可是他们 总是不放弃 只是是亲情 只是人家的爱 没有只是痛苦 我们不能看到 人一个美好的一面 明白吗 所以痛苦 是有存在的意义的 人生虽然苦 可是可以急得活下去 OK 好 可以 可是我很快呢 要讲我们怎么接受吧 好吗 接受的过程是怎么样 然后 就是 那 接受的过程 第一 就是有思想的准备 就是观察你是 你要 当你说 我要接受 可是你问自己 你现在有没有 还在抗拒的阶段 就是说 你会不会还有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我要接受 我接受了 然后有什么好处 或者 我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还是在一个 质疑的阶段 OK 还有 然后当你有这个情况的时候 你提醒自己 现实就是怎样了 OK 还有呢 你要考虑需要接受 现实的原因 给自己的一些原因 然后去接受 还有你接受的时候呢 用身体 心灵 各方面来接受 OK 你不能 就是说 OK 我接受 可是呢 你 你还是呢 就是 人还是很紧张了 或者很 很怎么样 如果有这个情况是正常 是可以明白的 OK 可是呢 你还用下面的方法 可以让你放松的 OK 这个不讲了 OK 那 这个方 这个就是呢 其中一个方法 OK 我自己试过了 还有我的客人试过 都行的 OK 就是 当你有这些痛苦的 情绪来的时候 你就留意 这个情绪的存在 OK 然后呢 去体现这个情绪 好像海浪的 来来来去去 然后呢 用想象它好像海浪的 就 这些情绪来冲击你 可是没有把你冲倒的 还有呢 不去 阻挡 或者压抑 或者摆脱 这些情绪 然后呢 不要把它留住 或者握紧 或者放手 然后我在那个 我在那个 section的里面 跟我的客人 做这个 这个 我要他想象 他在见到这个 他引起他很常烈情绪的人 他就会 我教他就是 他想象 见到这个人 他的身体里面的感觉怎么样 他的情绪 他的 你们想象到什么情景 叫他讲出来 然后他 然后我问他 然后你现在 你想做什么 他说 我想逃走 我想不再想下去 然后我告诉他 OK 你在想吧 你在继续想 然后想象 就是好像海浪一样 冲过来 没有把你打倒 然后再推下去 然后如果他把情绪 怎样想象的时候呢 他觉得 比较容易接受 然后大概五 十分钟以后呢 他的这个 这个情绪呢 就慢慢地 安静下来了 然后 我教他平常 如果 在想起这个人的时候呢 他可以怎样去做 然后他说 他觉得有帮助 OK 然后 还有呢 就是 当这个情绪来到的时候呢 你要留意自己身体哪一个部分 不舒服 OK 然后呢 就 观察 OK 还有呢 就是你不是你的情绪 你不一定要回应的 OK 我等一下举我自己一个例子来讲 OK 好 OK 就是怎样 我举个了 我再举一次 就是有一次 我要做一个讲座 是我第一次做一个六个小时的讲座 然后呢 我预避你很长的时间 我觉得 嗯 我还是觉得自己预避的不够好 然后我就 当天 讲座前一天的晚上 我心里很乱 我脑子里面很乱 我就想 我想象里面 脑子里面不断地出现 就是明天 如果我坐在这边 然后呢 讲的时候呢 我戒不下去 怎么办 别人看着我 每个几十人的眼睛 一直盯着我 然后我不知道 这些情景 经常在我脑海出现 然后我发现 我的身体呢 我的肚子里面很痛 肚 我的 肚子 OK 我的头 肚子跟肠很痛 痛到一个地步 我整个人呢 不能 挤起来 我躺在床上 他就 卷 卷着一起 然后 我就想 OK 然后明天怎么办 我整个晚上是这样 我死定了 明天怎么办 然后我记得 我要 我要 管理我的情绪 然后我就把我的注意力 放在 我痛的地方 然后 当我去 把注意力放在 他怎么痛 我就发觉 他从我的肚子里面 慢慢地 痛到我的背 然后呢 痛到我的肩膀 然后我觉得 自己整个人 很紧 我留意 我身体里面的变化 我没有咀嚼 这些痛 然后当我 怎样去想的时候 大概五分钟 他就不痛 慢慢地 没有痛了 我说 好 行了 然后可是很奇怪 大概两分钟左右 他就 再回来了 然后我就想 我心很害怕 然后我想 哎呀 死定了 没愿没愿 然后 可是我说 我要再试 然后我就再把注意 留意 身体里面的痛 那个变化 我没有咀嚼 也没有逃避 我就去留意 然后之后呢 慢慢这个变化了 慢慢地 慢慢地 就 慢慢地 就 回来的时间 就会慢慢地 就会没那么长了 没那么长了 然后呢 就 大概我想 十五分钟左右 这个痛 没有回来了 我们去 思想我们的情绪 不咀嚼 接受的时候呢 就是用这个方法 体现他在我身体里面 的感觉是怎么样 不要逃避 然后慢慢体现呢 他对我们的压力 就会减少了 OK 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 OK 是这个方法 OK 好 我一个简单的总结 就是 情绪 讨解 困难 跟生理环境 沟通 无事 有关的 然后呢 还有建立 自我掌控感 能够建立我们 资专 帮助我们 建立资专感 然后呢 就是方法 就是做一些 让我们有 成功感 或者 好战的东西 然后呢 预先因应呢 包括描述 找出方法 想象 演练 还有 照顾我们的心 要先照顾我们的身体 还有接纳 痛苦的情绪 是要接纳 观察 身体体现 然后 尊重我们 痛苦的情绪 这是今天我讲过的东西 好 完了 有没有问题 问问题的朋友走了 OK 没机会解释 OK好 就把时间交给静云了 OK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